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持续在升级 先是关闭了中国网民热中使用的GreenVPN 在上个星期中国公安部门更是宣布要清理各类翻墙软件 许多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也发出了通知 说即日起停止提供VPN服务 当局越来越严格的控制 激发了更多中国网民寻求翻墙的动力 不过也有不少人担心这样的发展距离中国全民断网日已经不远 而随着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 政局日益的紧绷 中国当局是否可能实行全民断网呢 那么中国民众又该如何来应对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对于中国网络封锁 有多年研究的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 在演播室现场的就是网络杂志大参考的主编李鸿宽先生 李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非常荣幸能参加您的节目 谢谢 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 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 李先生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谈一谈 中国其实与互联网正式的接通 大约是在30年前 当时由中国的一个工业应用研究所 向德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那么从此把这个中国接上了世界互联网的行列 但是30年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 而且不断在更新 您最近是否注意到了中国当局推出了哪些的这种管控措施 为什么会引发您的注意呢 确实是这样 中国接通互联网最开始差不多是30多年以前 但是真正的说中国老百姓感觉到 我们跟世界互联网接上了 让老百姓能感觉到的 是差不多是1996年97年左右 那个时候就这么说吧 就中国从建设互联网一开始 他就把封网作为他的建设的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 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 中国人发明了封网 德国人发明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古藤堡 中国人发明了媒体性党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一直是和这个自由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 是反着做研究的 那么到了今天呢 互联网已经深入中国 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已经能上网 或者通过手机上网 那么现在随着中国政局的紧张 随着社会突发事件的频频出现 随着一些不确定因素 有些因素是中国官方的智囊从来想不到的 你比如讲郭文贵事件 你比如讲这个善心会 这都是过去谁也没想到这样的事会突然之间给中国政府造成极大的紧张 那么中国政府就要考虑使用它的最后的杀手锏 那就是要断网 现在的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这个断网做准备 它在做调试 实际上大概八年以前在新疆这个断网措施已经实验过了 是 没错 我们稍后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不过我们知道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都在讨论断网日何时会来临 而不是它会不会发生 而是它何时会来临 我们就来看看一些网友他们的意见 他们是怎么说的 这位署名水手的网友他说 据我推测未来短则一年之内长则数年之后 中国对海外的互联网网关可能会被掐断 政府在未来有可能在考虑到反恐反洗钱反犯罪 以及军事信息安全的需要下 最终下定决心彻底掐断中国国内互联网的对外网关 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网友他说 他是有意思的说了 他说我已经下载了足够读十辈子的数学书 我准备好了要迎接断网日的来临 那么另外也有一些网友很担心 如果真的断网之后实际上不仅仅是民众没有办法上网 实际上对于中国很多的企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这位署名Winter的网友他说全面切断VPN切断中国与世界互联网的连接最终呢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形成多大的冲击 那么外资企业有多少能够在这种长期断网的情况下或许只有国内局域网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坚持呢 那么我们谈到了中国是否有可能全面断网 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的依据让我们有这样的质疑 我们就来看到在今年6月1号中国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里面 在其中的第4章第50条里面它是这样说的 他们给予了管理部门的权利当在发现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 那么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 然后通知有关的机构来采取技术措施或其他的必要措施来阻断传播 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李洪宽先生 您认为这个中共全方面的断网这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是吗 断网那一天真正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中共最后挣扎的那一刻 因为在这之前如果它贸然断网的话呢 对于经济的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因为现在中国自从2000年之后加入WTO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它是个血肉相连的关系 如果把中国的网全部切断的话 经济马上就瘫痪 所以说这个不是到了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到了真正说最后挣扎的时候 它应该不会出这个杀手锏 现在它是在不断的在摸在调试在测试如果断网的话我们怎么怎么应付 因为断网不仅仅是这个限制了民间的这个老百姓之间的这个信息沟通和交流 其实对共产党自己的指挥系统也是致命的 共产党之所以能控制这个社会 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它之所以还能控制住 主要是他们这个党的这个组织 它是渗透在基层的 这些东西它断了网之后 他们自己也都成了这个无头苍蝇了嘛 它的指挥系统就切断了 所以那样的话共产党它还想不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既传达了党的指令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同时呢又不至于被这个反它的这些人利用 因为你有这个手段的话别人也可以用吧 所以它不会贸然用 但是这个绝对是在它的战略目标当中是一定会来的 这一天中国人民和中共共产党总有一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决战 就是决定共产党的这个存亡的时候 它会用 它会用这个断网 是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李洪宽先生跟我们谈谈 您当年创建这个网络杂志大参考 其实主要目的也是要冲破这个网络的封锁 那么把一些中国民众可能无法接触到的信息 从美国反馈通过发邮件的方式 发回给中国的民众 稍后我们要来谈谈您当年所面临的情况 和今天所面临的中国的防火墙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不过我们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现在已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这是在北京通过连线参与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也是前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吴强博士 吴博士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好 来了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吴博士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谈到了 就是说在最近以来 中国当局对于网络封锁的手段不断的在升级 您个人在北京或者在中国有没有听闻 其他的网友或您亲身的体验 那么在最近是不是确实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一些限制措施 我们知道其实就在7月份的刚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工信部还一度否认了 有关外媒说中国要限制这个对于个人VPN的这个服务 那么表示这是外媒的报道错误 不过现在看来一连串的手段似乎更加印证了 这样的一个管控只会越来越严格 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因为我的互联网联系比较单纯一些 主要是上一些通过可靠的VPN上一些国际的外网 然后在国内一些很有限的社交媒体 我个人的目前的互联网的状况 基本上没有感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周围以及从互联网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很多的情况 确实在一步一步收紧 包括今年网管办出台的一些新的互联网管理办法 从法律从行政法规的层面上 从包括我们看到的街头所传播的 有警察在地铁直接在收手机的VPN的一些状况 都能看出来各方面的情况 内地正在效仿新疆的一个互联网管理模式 才越来越紧密的一种控制的方式 我们刚刚看到您的猫咪也愿意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有关于管控的方式 那么另外我们就谈到了今天的一个主要主题 就是刚刚李洪宽先生也谈到 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全面的断网 就像当年的新疆模式一样 我们知道当年新疆在2009年到2010年的当中 这个有长达312天的断网的经历 那么很多人也说新疆人就这样给走过来了 那么您认为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中国民众该如何来应对呢 断网 我刚才也听到李洪宽先生在讲断网的事情 断网应该是这么来看 是分几种状况 一种是切断和国际互联网的联系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中国的内地局部 或者全部内部的互联网联系的切断 在我看起来更可能采取断网的方式是 首先是切断国际互联网的一种方式 但是只保留有关的单位或者说特定的白名单上的用户 保留一些联系 但是对大多数工作来说是切断 这是未来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如果一旦发生这事情 那么在我看起来也是一种准戒严状态 这种准戒严状态 它还跟内地 比如说在内地把互联网的服务器 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全部关掉 包括把手机的数据的传送也关掉 那么如果发生这么一种情况的话 那是一种真正的全面的戒严状态 那是确实像李洪宽先生所说的 可能是处于一个政权面临严重挑战 一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要分两种情况来看 我个人看起来 封锁或者说对国际互联网采取严格的限制 在未来会越来越加强 越来越紧密 只给商务以及少数的娱乐保持适当的通道 主要是像现在的朝鲜一样 进行内部的互联网的建设 以内部的一个互联网的节目交流 以内部的互联网的通讯为主 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一直所倡导的 包括在最近几年在浙江的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 所一直倡导的所谓的互联网主权的一种显示 那这种主权显示 是一个完全基于非常成就的 经典的一个所谓民主国家主权的意义上 应用在互联网上面 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倒退的 跟世界科技进步 跟中国内部一个各方面的进步的要求 都是相冲突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 中国好像目前在国际战略上 开始采取了一些准备 正准备可以把一路一带 以及对国家企业的重视联系在一起 他们似乎试图通过国家企业 在海外的投资的方式 以这种方式来弥补 万一国内将来要采取互联网 会影响到很多民企 包括影响到国企自己的生意往来的一种状况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有机可循的 从很多方面中国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网路上 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 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想要请教两位嘉宾问题 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 第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 您好 请说 嘉宾你们好 刚才嘉宾谈到说中国会断网 这个中国决定不会断网 中国的网络 尤其发展迅速太快了 有些网络 有些人在网络发展直播 有些不良的一些视频 政府必须要管控 有些儿童上网了以后 看一些不良习惯的一些网上直播 给孩子心灵造了一些很大的影响 那就是说 有的说 对国业网这些这个断机 这个影响一些国际一些贸易 中国政府对一些网络一些不好的情况 肯定要断言 有些人有些网络一些去煽动 政府对这些人要去打击 那就说网络 现在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最需要的一种 网络生活的需要的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些人呢 我说别把中国政府看的一些网络问题 有点看得太严重了 好的 好 谢谢您 黑龙江的张先生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 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我认为中国发生断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因为央视在播出纪录片把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进行到底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绝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果 但是对网络的控制 这个是应该承认 因为网络上确实有许多不正确的东西 包括一些谣言 但是也有一些一些政治性敏感的东西 像刘晓波之类的一些案件等等 但是呢 我们认为呢 对网络怎么控制 是吧 现在尤其是在近期 19大召开了 现在提出个口号是 坚决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地位 总变成法人都知道 加强团结就是有不团结的现象 维护核心地位就可能有挑战 所以说在一个期战之内 可能对网络加强控制 这个可以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停止 邓晓波说了 谁要反正改革开放 只有死路一条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您 河北的张先生 我就想先请李鸿宽先生 来就这两位听众朋友的看法 当然了 很多人说这个网络 确确实实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制定 来管理它 但是在中国的相关的管制措施 与它过来比较起来 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和不同呢 要讲到法律的话呢 这个我们得打开天窗说两话 按照中国宪法第35条 封网措施是违法的 是违宪的 可是在中国呢 有些机构 比如说政府机构 它就是建了一个大防火墙 它违宪了 中国没有一个违宪纠错机制 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党派天天违宪 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办法 封网就是这个情况 它可以随心所欲的 起草各种荒唐的法律 直接侵害中国人民的人权 人民的幸福 人民要看到真相 就发现你真实发生了一个事 你发在网上很快就给你删掉了 你再发 它把你号给你掉销了 这个是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第35条的 大家可以搜一搜 中国宪法第35条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到普世价值 中国宪法第35条就是普世价值 它是直接跟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接轨的 中国政府都是签字画押的 可是你看看中国政府 现在做的这些封网措施 直接违背中国宪法第35条 它不管它这个工信部也好 国务院也好 起草各种各样的规定 这些规定都是违法的 违反中国宪法 严格讲应该把这些制定签字 通过这些法律的人抓起来 审判他们的违宪事实 这才是 就是严格讲法律 这是法律 可是这样的法律有人追究吗 现在中国人民的这个上网阅读权力 完全被某一个机构 某一个团体 就像欲去欲去 它可以给你多少 你就是多少 它发现你读太多的时候危险了 它马上就给你关掉了 封掉了 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 没有一个纠错机制 这是一个犯罪 严格讲这是个犯罪 那么我们谁去帮中国人民去追究这个犯罪 这个问题谁能回答 没有人能回答 在全球我们知道排名前近1000名的 这个受欢迎的网站里面 就有136个网站在中国是被封锁的 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 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的意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Warrior Matis的这位网友 他说了 今天中国工信部做出了声明表示 并非是关闭所有翻墙软件 而是要清理那些没有资质的 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 这一次的清理活动是否并非简单的关停 而是为了要更有效的来监管中国网民在外网的活动呢 那么如果中国网民感到未来翻墙的安全风险增加了 是否会变得惊弱寒蝉呢 我想继续要请两位嘉宾来谈谈 不过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 如果这样的一个管控呢 到底是会让中国网民惊弱寒蝉 还是会更加激发了大家翻墙的决心 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两种效应同时都存在 但是从过去几年中国加强网络控制的一个结果来看 过去几年我们来看 中国网民表面上看 进入寒蝉的这么一种寒蝉效应在加强 他们翻墙的意愿也在下降当中 这是确实是过去几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到未来 这个曲线 这么一条变化曲线是否会出现逆转 比如说到了谷底之后会出现反弹 大家会增强那种翻墙的意愿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 翻墙意愿是跟中国的网民所掌握的翻墙技术 以及中国内部以及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翻墙的软件和技术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我个人相信 翻墙的民众数量可能会在减少 但是对这些越来越少的翻墙的网民来说 他们翻墙意愿却是在增强 而且他们会更善于利用技术上更复杂的翻墙的技术来翻墙 在这个时候翻墙之后能得到什么 这又成为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比如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的关注 对翻墙的关注 对中国内部的在一种惋惜威权统治之下所发生的这种情况的关注程度 我没有这种关注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翻墙仅仅是接触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一些状况 对他们来说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新的技术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的一种支持和关心 在我看起来是未来决定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才能来回答您刚才的问题 好的 非常有意思 那么李宏宽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们看到了最近以来 很多人说其实中国网民的翻墙数量不断的在增加 您有这样的观察吗 那么中国这种不断的增强对这种网络的管控 像刚刚那位网友所提的问题 是会让中国网民惊若寒蝉呢 还是会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效果 应该不会的 首先我得说一下 刚才吴强先生讲的那个情况呢 是正常情况下 就是无风无浪的情况下 是这样的 因为翻墙越来越难 有可能不断的抓人审判罚款 越来越多痛 老百姓的意愿会下降 但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 从来都是突然之间 会有突发事件出来 我们之所以有新闻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不断的有突发事件 像郭文贵这样的事件 甚至以后还有更爆炸性的事件 比如说某一个高官又叛逃了 泄露了大量的中国的金龙腐败的机密 直接涉及到你在银行里存款 老百姓当然要知道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中国的网民 跟海外的这个访问外面的网站 不仅仅是一个看一下外面的信息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像一个二船手一样 就是说中国的网民通过外媒 通过这个推特 通过这个YouTube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 包括美国之间这样的 他交流自己的信息 这个东西交流越多了 越成熟了 他习惯了之后 他也可以组织起来 形成一种力量 这是中国政府真正害怕的 是我们现在在网路上 也有很多的网友 做出了他们的评论 那么我们有这位 竹林七贤这位网友 他提的其实就跟李洪宽先生 您刚刚说的他说遇上突发事件 完全有可能物理断网 中共就是这么霸道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位署名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 他说真是没想到 网络封锁 中国真敢做 也做得到 那么另外 杜三元 他说中共的高墙只会更高 更厚 更坚固 我们在这边 还有一位这个网友 他说 这位署名叫刘翰的网友 他说他觉得现在 在中共有一派 希望不断网 让民众来知道 外面的评论 他所以觉得 总会有一些地方 是不会断网的 我想请教李洪宽先生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当然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中共 现在内部的派系的权斗 从郭文贵的爆料 从各个高官的落马 就不断地在显示 这个权斗的白热化 那么是不是也可能 像这位网友所说的 中共内部确实 也有一派希望 不要断网 要让民众 能够了解一些情况 当然了 因为现在实际上 说到底 最后就是个利益 中国现在的 这个最大的利益 已经被这500个家庭 瓜分了 他们这些利益 很多都已经 钱已经转移出来了 在外国有投资 对吧 他如果是贸然的切断的话 他的首先的利益 就受损 他的股票可能会跌 那么这种人 他们背后的这个势力 一定不希望 贸然断网 除非直接涉及到 政权被推翻 可能因为他要被清算 这种情况他会断网 另外我这个提示一下 有网友在这问 说这个上外网 是不是也会被中共破译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比如讲 你翻墙到了推特 你的那个通讯记录 中共是拿不到的 他最多是给你中断掉 他要想拿到你在推特上的 这个交流的记录的 他得用黑客 或者是动用他的特工 打入推特公司数据库的总部 然后才能copy出来 这个工作是不容易做到的 而且那个海量的信息 那他从这个海量信息当中 拿出他感兴趣的信息 也都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技术上难度非常高 所以说一旦你翻墙出来了 你可以不用害怕太多 这个和在中国的服务器上 你比如说像微信的微博 你在那的发言的东西 那中共他可以随时拿出来 呈堂共证嘛 那么外国的服务器就很难 当然现在也有塌陷的地方 就是现在这个iPhone的手机 被迫要到中国 听说是在贵州要建数据库 对 苹果公司 这个就说明那个数据的安全性 就落在中共的手里了 中共可以随时调取那个数字 这个在美国 美国政府想看Apple 苹果的数据 都还看不到 都是非常 都要打官司 不一定能打赢 所以说中国这种政府的做法 确实是会引起天怒人怨 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WTO的规则的 吴湘博士 您的看法呢 确实苹果公司的这项新的宣布 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特别是在中国 在香港有很多民众 为此感到非常的担忧 如果苹果公司真的 照他们所说 在贵州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 同时把它交由给中国的国企 来进行管理的话 那是否显示 所有在中国 在香港地区使用的这些民众 他们的相关资料 都会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是的 在苹果公司这么做之前 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年 跟Facebook也在谈 如果Facebook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 也必须把它的数据库 设在中国内地 然后实际上就处于中国的监管之下 数据安全是中国最关心的 所谓互联网主权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相信 比如说像一些其他公司 谷歌公司 就是因为数据安全问题 而在前几年撤出了中国市场 那么对于其他的Facebook 对于苹果公司来讲 中国市场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 他们在这种 中国的互联网主权面前 在所谓数据安全面前 他们的资本主义的驱动的利益 是无法放弃中国市场的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的 数据资本主义的一种悲哀所在 这是互联网的一个很坏的一面 在这意义上讲 我刚才说了 只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建立一个新的互联网的规则 来约束这样一种资本主义 实现一种更平等 更公平 更安全的一种互联网的 一种利益分享的机制 以及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 这应该写到比如说 全世界建立了一种新的 有关互联网的国际的宪章 来确保这样的一种行为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一位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好 昨天晚上我参加了节目讨论 就是说到习近平思想 我想了想知道到底有什么思想 现在终于有一点内容了 赞访可能也是习近平思想 一个重要的部分 谢谢 好 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 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过低的 把老共 中国老共的力量 不及得太过低 我认为中国彻底犯了 老共决定绝对会做到 问题是什么时候做到 哪一天哪一年 那就是只有他们才知道 谁也不知道 我想他会做到这一点 他为了他自己政权的安全 为了他自己的政权不会颠覆 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所以你们不要太过低的 把老共看得那么小看 小看老共 这也做不到 那也不可能做到 我觉得你们过高的 估计自己过低的 估计老共也不是什么那个 反正就是 谢谢您 黄先生 抱歉时间关系 实际上我们的两位嘉宾 刚刚都谈到了 这个全面断网是有可能的 他们并没有说不可能 他们实际上说是有非常高的可能 但是可能会是在这个最后阶段 中国政府会使用的一个手段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在网络上面 还有几位网友他们的提案 或者他们的这个问题 这位署名叫 Abner Wang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共没说完全禁止 是说需要资质 也就是今后只能够奉旨翻墙 即便这样民间的VPN还是封不住的 因为网络的隐蔽性 比现实社会要高很多 断网更不可能 因为断网会导致 能在网上说的只能上街去说 引起更多的群体事件 另外他还想补充给大家一个信息 他说当局很早封杀了一批国外的VPN 但这些VPN呢 一直都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是转入了地下活动 因此更重视加密和隐私的保护 在此不做广告说是哪些了 请大家自行去查找一下 那么继续我们就来请教李洪宽先生 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刚刚提到了 您当年创建这个大参考的时候 就是要突破网络的封锁 那么这么多年来 我们知道大参考最近在考虑 要重新的付出了 是不是跟我们谈谈 这个背后的思虑的过程 那么还有您对于现在在中国的 这个网民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 还有网民他们真心期盼想要的是什么 在你这么多年的接触里面 您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确实不断有人鼓动我 让我重新把大参考激活 说是现在有这个必要 我还没有决定 当时我办大参考的时候 是1996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呢 是江时代 江珠时代 他们迫于突破 他们要突破六四以来 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贸易封锁 那么他们跟美国进行积极的谈判 包括跟联合国做了很多的人权上的承诺 这个姿态放得非常低 包括同意签署两个人权公约 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 正好赶上了一个大踏步的一个飞跃 那个时候我就忽然感觉到 我的好多老朋友都有Email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搜集了很多的Email地址 那么就通过这个垃圾邮件的方法 给他们发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啊 网站 海外其实有很少的网站 美国进行那个时候就有网站了 学生 全米学子联啊 还有一些这个华夏文摘啊 CND啊 都有这些网站 有一些比较好的中文信息 在中国大陆人看来非常新鲜 那么看 但是那些网站一开始都是被封的 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些网站当中 精选一些特别好的新闻啊 评论啊 把它每天集结一份 像一个小报告一样 两三万字 然后做成最简单的这个text文件 用垃圾邮件把它发出去 一开始这个做法的时候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个时候为什么呢 中国的大防火墙还没有建起来 电子邮件服务器 是不设过滤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信箱里有大量的 现在也是这样 有大量的这个垃圾邮件 所以说中共忽然觉得 哇 怎么冒出一个这个了呀 而且是悄悄地发送 我们的发送啊 方法也比较诡秘 内容也比较好 题目也比较吸引人 大参考 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 能看大参考的人 那是要一定级别的 不是吃瓜群众 吃瓜群众没有资格看 越这样群众越爱看 越吸金 所以说获得了绝大成功之后 中国政府才痛下决心 花了很大的价钱 建了这个大防火墙 那就电子邮件就开始过滤了 这个我们跟他们战斗了 大概有八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我们一失败告终 中国政府终于建起了大防火墙 这就是后防火墙 这个时代了 那就是手机兴起了 后来是这个 微信 微信 微博慢慢就兴起了 这个现在呢 风呢 更难了 为什么呢 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上网 使用电子邮件的人 也就是几千万人 现在都是几亿人在用 那就是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 所以当然了 他现在这个国家有钱嘛 雇了好几千万的这个网警 专门负责在网上侦探 做这个特务工作 就所谓网警五毛自干屋 加息了好几千万 这些人天天在做 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事 将来以后民主政府 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两位网友 这位署名杜三元的网友 他说中共这样只有渔民 才能够转移中国内部 政经崩坏的焦点 另外一个用处是要警告美国 不要逼狗跳墙 否则为了政权 他们会不惜玉石俱焚 另外这位署名叫刘嘉明的网友 他说中国禁卫星电视 禁党禁报 这些都做到了 为什么不可能禁网呢 那么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 相关的讨论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的非常感谢 李洪宽先生 还有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提供您的看法与观点 那么时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也非常感谢今晚 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 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也希望您继续的来参与 时时大家谈的讨论 那么在明天晚上 时时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就要带您来聚焦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要谈美中关系的前景 那么专家如何来解读 这位大使的说法呢 也请您在明晚按时的锁定 同时请您关注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